你是成居嗎? 是的,你好,謝先生 是的,很感謝你第一次播得通 因為之前試打很多次都很難播得通 不好意思 沒關係 但其實我是香港土生土長的 是的 年紀也有那六次了 我想發表一下 我希望有些所謂中間派 真是假的 或是有些人都聽聽 其實香港 很多年前 六七年 我們那時候小時候 親歷其醒 見過左仔搞暴動 我想告訴現在的人 現在所謂的 怎麼看黑警 暴徒 我想告訴你 六七年時的黑警是怎樣 暴徒是怎樣 六七年時 很多年輕人都未必知道 親歷其典 是 那時候那些搞事的阻滯 是 又說那些警察是黃皮豬 白皮靠 是 就是說他們怎麼對他 怎麼對他 現在調轉了身份 是的 發過一樣的事情 就是說 當年說黑警衰 那些 現在就已經變了黑警那邊 嗯嗯嗯 但是同樣的手法就是 當年你是 暫在 示威 暴亂那邊 那些人 是 一站在政權那邊 是的 你說說一些正義 譬如傳媒有些人 是 說一些正義的說話 說他們不要這樣搞亂 那他就去 就是 十足十足的共產黨 是 就是要你收聲 甚至蒙滅了你口 林彬 是 好了 今時今日 當權那些 又到他們當權了 就什麼都行 是 是 用同樣一件事 是 你做兵的時候也是這樣做 你做賊的時候也是這樣做 是 這個就是我想說 就是 一半來說 共產黨出產的手法 是 這麼多年都沒有變過的 是 那我想那些人 那些藍絲也好 什麼都好 是 你清清楚楚究竟 共產黨用的手法 是怎麼樣 是 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就是 香港其實真正的藍絲 是極少的 是 是 我覺得最多的是什麼 除了黃絲之外 最多的是自私 哦 自私 是 就是 在他們心目中 你不要嫁我 就像某個語言一樣 收成期啊 監裏做什麼 是 我發覺其實我自己身邊 童年 很多這些人 很多這些 很多這些 總之 有警察打劫 不要教就行了 不要吵 我有我 你不教我就可以了 其實很多人是這樣的心態 其實 這些其實都很愚蠢的 因為 他剷除一班以後 這支共產黨的手法就是這樣的 先對付一班人 然後 到最後那班人 其實都會被對付 沒有人可以走 其實是 他們真的太過 隔壁 隔壁的隔壁 隔壁的隔壁正在做事 你不關事 你關門 不要管了 是不是 遲早都會被抄家 其實是 他可能 遲了沒有 你知道共產黨以前的做法就是這樣 一直以來管治 老毛的年代就是這樣 一路一路滲透 今天不搞你的家 明天他來搞你的家 又怎樣呢 是 那你當年 你自己做 示威那邊 你就是 人家的政權又怎樣殘暴 是 當年 我自己在那個時代生活 我看了很多警察 是 有些在你有暴動時 示威 抓你打你也好 是 抓了你之後就沒事的 是 抓了你 抓了你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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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你也好 就扔進去就算了 不會像今次 當街打你也 折磨你也 折磨你也 折磨有些傳言 直接發出來 怎樣進去 沒有這些事情 謝先生你的意思是 在六七年的時候 那些警察主要是制服了那些示威者 扔他進去警察就算了 不會當街那裡再偶打 是的 OK 明白 就像當年那些人說 黑警 我自己親眼見或者是聽回來的那些都是 是的 即是屈的那些賊 導遊 那些 他們有他們那套地下執法的方法 當然不是對的 但是現在這套手法 不是只用來對付那些人 對呀 對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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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青年 是的 是的 那些不是窮兇極惡那些大賊 是的 你這樣對就不對 是 沒錯 好像剛才那些益友說 喂大哥 好像那個阿姐那樣 有時候有些人看見是不順眼的 是的 你是不知道怎樣形容這種憤怒 嗯 你說粗口已經是一種很低層的憤怒 是的 很基本 是的 已經很基本了 是的 是的 即是你有時看見他們那些當權的人在電視上說話 你是說粗口都表達不到 是的 沒錯 是的 我自己本身呢 嗯 我是從小的時候一邊做完書出來做的 是的 有一段時間我是不理也不什麼的 即是完全不懂 那些政治不理的 是的 是的 直至就算你一四年的時候 那個 佔中也感動不到你的 是的 是的 我也覺得很無聊 是的 但是呢 是由去年開始 是的 謝先生我想說 你其實當時覺得無聊也很正常 因為真的挺無聊 哈哈哈哈 哈哈 我加把嘴下去 因為當時也挺無聊的 你現在回想一下 當時那些14年都是無聊 現在19年都是禮真的 對的 對的 你說得對的 即是你前19年 就令到一個很大的改變 第一個改變就是 我每一天 用來看新聞 看網台 的時間 四五個小時 只要每一天 對我自己的生活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是的 第二 我對政治的感覺 是的 我是完全不理不懂 反正 到現在 很有興趣去研究 很熱衷 其實 謝先生 反映了一群香港人 他在香港生活了很多年 但是一直以來都是政治冷感 或者政治中立 但是在去年 自從那群黑警走 去暴打青年人的時候 事實上 真的令到他 心有戚戚然 真的感動了他 為什麼 大家在去年 有這麼多人 開始變成了 選民 手頭族 或者是會 迫使到大家都會站出來 就算不是抗爭也好 比如說一些唱歌的活動 有些長者 中年人士 都會站出來 其實就是因為那群黑警走 太過份 感動了大家 還有那群青年 事實上是感動了大家 這件事是很重要 是以前都沒有試過的 這些條件 是 是啊 所以我相信 現在還有很多人 好像我一年前 那樣 都還是一個 那些真真正正 你說中賴不得 你說猛成正 就行了 是 我很想呼籲那些人 喂 是時候要醒覺 大佬 香港這樣下去 再少 再多些人 再這樣 自己睡在夢中 是 那你有一天 你不知道自己去哪裡 是啊 那你醒來的時候 發覺 很嚴重 謝先生 他們不理解一件事 其實他們自私 就源於什麼呢 就是源於自己的私有產權 就沒有受影響 主要可能有些是 有些樓 或者是有些錢 有些股票 那些人 但是他們不理解共產黨 就是共產黨是最不守信用的 共產黨是最喜歡違約的 喂 自從49年之後 多少私有產權的地主啊 那些資本家 被人鬥到媽媽都不認得 好了 現在基本上 就算馬雲都好 那些去到那種富豪級數 要你退下來都立刻要退 私有產權不穩陣 私有產權都是建基於法治 法治一崩潰的話 那些屋契 那些鈔票 全部都是廢紙 他們不會理解這件事 他覺得是天方夜譚 但是這不是天方夜譚 我小時候聽過爺輩 老爸輩都說過這些事情 那我看不懂 就是不會傷心 那些事情 今時今日你看到 是啊 共產黨三個字 為什麼呢 共蟲謀奪家產的死黨 哈哈哈哈 其實這些人 很多人都還不明白 共產黨這三個字 包含什麼意義 是啊 是啊 我又想說一些比較嚴肅的事情 好啊 有些人說 要民主能吃嗎 沒有飯了 要民主幹什麼 民主什麼什麼 我想這樣看法 什麼不民主呢 因為我相信 全世界的人 無論什麼人種什麼國籍 都是有人有好人是壞人 我也相信人類本身是有劣真性的 這兩人就是貪婪 自私 自私沒錯 那三民自私是人的劣真性 嗯 我覺得呢 有民主的國家 有民主的國家 他們的精明聰明在哪裡呢 就是他們知道人有這些劣真性 他們只是一個民主制度 你哪一個所相都好 如果權力令你腐化的話 你的人性劣真性走出來的話 就有一幫人民去制止你 是 通過選舉的制度 用選票 通過選舉制度 一個法制 如果你利用這個民主制度 坐上去 發揮自己的劣真性 後面有一個法制 會潛制 是 沒錯 現在獨裁呢 分別就是 獨裁的人也知道人的劣真性 貪男自私 他們用這個方法 坐上去就利用這個 是 沒錯 他們不是用一些民主制度 或者法制 去潛制 或者去 克制這些劣真性 嗯 相反 他們不給你這些 背後的制衡力 就達成自己自私自利 盡情發揮天然的人性的醜陋 主私貪男 是 就是這些 你那些人經常說 民主沒用 民主沒用 喂大哥 你如果只是 彈球吃飯 睡覺的 嗯 那不用 不用 一定共產黨 去到哪裏都行 是呀 其實 去哪裏天下都是這樣 除了北韓之外 或者非洲的民共國家之外 去哪裏都有這些 只是求溫飽 溫飽很多國家都有 其實是 對的 對的 民主能給予你的事 就是 除了吃飯 睡覺 還有很多事情可以發揮個人自由 對 有很多事情 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都有空間去做 對 只有民主 你才可以開展到自己的事業 沒有民主 等同於沒有保障 那些人是不理解的 藍絲 或者你口中的自私 是不理解的 因為那些人其實大部分已經上岸了 我想你說的那些人全部都是有這麼長一年多 或者差不多已經退休了 那些人來的 是啊 而且我很奇怪的是 香港人大部分 即是本身土生土長那些 是 鬥了西方教育這麼多年 是 是 為什麼有些人 好像現在當前那些 就是剛才那些 遮罵那個混蛋 就是 我不是很意思 想說粗口 是 不要緊 我不是說粗口 我不是很流利 我就好像你說粗口 說得那麼厲害 我才是流利 哈哈 我不好意思 第一次打上來 我就不好意思緊張 不要緊 因為有一次 即是 你很生氣 是 你那些人 是 你說共產黨 管治底下那些人 是 有勞性或什麼 其實也很慘 他受了幾十年 文化大革命的餘毒 是 填製了他的思想 各方面的事情 大哥 你香港人不是 是不是 你受西方教育 是 你享受了這麼多年自由 西方文明 為什麼你自己都會去維夫作賊 是 其實他們 謝先生 我想他們其實就是 他們本身這幫人 應該是沒有經歷過 大陸的管治 如果肯去說這些 藍絲 或者智師 那些人 肯定不是在大陸下來的那幫人 如果以前在大陸 熬過窮下來的那幫人 不會 又會回去做藍絲 這麼愚蠢的 以前在說 偷渡下來的那幫人 如果這樣做藍絲 就沒得救了 喂 以前在大陸這樣 熬過窮 沒有米吃 上山下鄉 那幫人 這麼辛苦才走到下來 有幫人 喂 反而你口中那幫人 在香港受英國教育的 就走去 就像你所說 為苦作賊 叫做 走去 怎麼說呢 那幫人的思維 當然 像你所說 就是既得利益者 但是他們不理解的 就是他們這個既得利益 是可以被共產黨予取與攜 隨時沒有了 不是啊 所以我就說 真正的藍絲 那些盲目愛國的 其實就是少了 是 真真正的維護利益 自己的自私就多了 但是 其實擁護共產黨 是等同於 放棄自己的利益的 等同是和自己作對的 他們不理解這件事情 是啊 他們就是在面前所得的東西 就是物質上的東西 不是永久的 共產黨那些東西 是啊 是 是 沒有用的 很簡單的 那幫人 如果這個地契到期 就可能死了 那幫人 現在60歲 到期時 47年 如果還好 都還沒有死 87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2047 如果要收回所有東西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血本無歸 是不是臨腦睡街 那些人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呢 他們當然沒有 就像你所說看過眼前 2047什麼事情都有機會發生的 不是天方夜譚 他要收回你 到時要收回你 又什麼意思呢 或者叫你要求你 每一層樓 補回相當大的地價 那你就已經跪了 你哪有這麼多錢交出來 不是 等於他們現在對付上高的大企業 但是 用同樣的手法對付你 他需要的時候 對嗎 他需要就是 所以這幫人 除非他們想著 2047年之前 就已經是 拜拜 那就沒有話可說 但是 到底能不能捱到 2047 我也覺得成問題 現在 以這一套 香港的所謂法治 捱得到 還是好一點 一定要 一定不行 如果不行的話 我想說一件舊事給你聽 好 我今時今日才訪言太明 好請問 大概1996年左右 我有一個朋友 在大陸做金融生意 是 做了也有五六年 是 他回了香港 他有一次跟他聊天 他就告訴我 其實你們要請爬 那時候還沒有九七 他說其實 他就認識上高一班 那些所謂的高幹 其實那時候 你應該開始 一步步 就預了有 十萬人 抱歉 20萬人 他說已經放了 20萬人 來香港 入每一個行業 去滲透 然後 負責他們上去 當權 到其時 就控制了 你所有的主要行業 那些東西 是 你未必有五十年玩的了 是 那時候我不在意 我剛才也說過 沒有冷感 那時候沒有即時威脅 沒有即時威脅 是 是 這次看回 咦